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好消息 就是TikTok国际版又升起了 那么它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更换国家和地区的时候 不用再去重新安装 何者说不用再去更换VPN的线路 它直接可以在这个TikTok里面安装好以后 在里面就可以设置一键更换 想看哪个国家就看哪个国家 OK,我们来的手机单 我们从这个QQ里面 从QQ里面的这个安装一下 这边也是一样 这些东西提示什么 不管它,继续安装 OK,安装完成 我们来到手机桌面上 好的,来到手机桌面上 以后大家看到 这个TikTok我已经成功的安装在手机上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在打开之前 必须要让手机有这个科学上网的环境 好,我们现在打开它 OK,这个里面的设置其实可以不用设的 这一个的话设什么国家和地区什么的 这个不用设的 它默认是美国的 等一下我们进去以后也可以改的 不用在这里改 这个地方是它下载视频图片什么要保存的位置 我们也不管它默认的就行了 这个地方关掉它 这里就是一个选择你的兴趣什么东西的 我们跳过 我们兴趣广泛跳过它 OK,这里就点开始观看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不管它 OK,这个地方我们先来设置一下语言 点右下角 然后再点右上角的这个设置 这个地方设置一下语言 因为之前我装过这个版本 这个Digi版的版本 所以说这个地方已经是中文的了 也不管它的了 那我们现在直接登陆 也有账号登陆点下面 OK,我们成功登陆了 我们看一下 现在关注是没问题的 点赞没问题的 我们发一个评论看看 就发两个 无心的脑袋 OK,那是没问题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版本 它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 我们点设置于隐私 这边有一个语言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翻译语言 我们也是设中文简体 它也可以设置它的 我们设中文简体 那这里有一个 适中显示翻译 我们把它打开 OK,打开以后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 它下面的这个地方 它的主题 它这个视频的主题 我们可以随时把它翻译成汉语 你看 可以随时把它翻译成汉语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马上就变成汉语了 非常的nice 那它更重要的功能 是可以换区 大家看一下 点个人主页 右上角三条杠 设置于隐私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换区的 我们点开它 大家看到 又到这个熟悉的界面了 是不是 那我们还是点这个地方 点第一个 那我们随便换 随便换 随便换 把比方我们换一个 日本的 换一个Japan的 Japan在这里 OK 好 我们返回 返回 关掉 我们再回来 再回来 我们看看换成功没有 到准备到这边来 再刷几个视频看看 OK 大家看到 这已经是变成日本的了 已经是变成Japan的 日本的了 当然把这个地方翻译了 翻译了 大家看不清楚 对不对 我们把它为了验证 我们现在是日本的话 我们把这个翻译给它关掉 我们把这个翻译给它关掉 自动翻译给它关掉 不然的话 我们搞清楚到底是哪个国家的 对不对 OK 我们再回来 OK 这个升级版有了这个功能以后 让大家想看哪里看哪里 非常非常的方便 是不是感觉很nice 小伙伴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关注的话 请为我点赞 关注 换到日本的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